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 年仅20岁的西班牙小蛮牛 艾卡拉兹击败36岁名将乔科维奇 艾卡拉兹第一盘出师不力 但越打越有信心 连拿两盘率先听牌守住胜利 夺下了个人首座温网冠军 也成为自2002年以来 网坛四大天王以外 首位在草地大满贯称王的男单选手 而他和乔帅相差了16岁 也被认为是世代交替的开端